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 来京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韩正表示 近5个月来 修例风波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 危害的是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 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制团队 以及香港警队克进职守的工作表现是充分肯定的 止暴治乱、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也是香港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希望香港各界进一步凝聚起反暴力、护法制、保稳定的正能量 我们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 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韩正强调 中央政府始终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采取更积极更有效的举措 解决好香港的民生问题 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年轻人的住房、就业等问题 使香港的发展更好汇集广大市民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将坚定止暴治乱决心 尽快恢复香港社会秩序 努力解决民生问题 促进香港经济稳定发展